兄弟们心心念念的顶配六代耳机 它终于来了 在咱们手上有三个版本啊 一个是中科的 一个是乐虎的 还有一个是惠莲的 中科咱们直接跳过 直接讲新玩意 这一期咱们主要试讲惠莲这一款耳机 乐虎的话咱们放在下一个视频 惠莲这一款产品呢 它的名字叫A12 Pro 基础亮点 咱们这些就不看了 我们就主要来看一下它这个版本亮点 首先 这一款产品必须要升级到iOS时吧 才会有以下这些功能啊 比如头部追踪对话 感知知识硬通透 这款它的降噪 不在四项中科那样须有起表 它是真的有效果 还有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比较牛逼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支持云连接 它能通过iCloud进行无缝切换 整个滑墙北只有会连做到这个功能 功能这方面咱就简单的过一遍 然后咱们主要还是来链接 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映入眼帘的这些功能啊 它没款耳机 它都是有的 咱们就来主要的试一下这个对话 感知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哎 该说不说这个对话感知还是挺灵敏的 我一说话 它就变成通透模式 我不说话 它就变成降噪模式还可以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它居然把这个头部动作给做出来了 这这着挺有意思的一玩意儿 时间有限 我这里就没有去展示 你们可以到时候 感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会连这款耳机一样 它的降噪是不在四项中科一样 图有其表 效果还可以 但是它还是做不到皮美Pro2的 毕竟它是半入耳式降噪嘛 难度会更大 这一款价位 载两张以上预算充足的 想体验一下这些功能的就可以冲 ечно 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